近十年前,法轮功学员在吉林省长春市成功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 突破了中共暴政的信息封锁铁幕,在海内外引起巨大震动 江泽民当时极度恐慌,下达密令杀无射 导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判刑,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其中被非法判刑17年的孙长军,目前已被迫害的生命垂碑 2002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 成功插播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电视片 时间长达45分钟 新华社声称,刘春林死于自焚 但是,对录像带仔细分析会发现,他可能死于一个硬物对头部的突然打击 当晚,长春数十万民众看到了法轮功真相 是自焚还是骗局,用央视焦点访谈的录像慢镜头,一一指出其中破绽 第二天,长春市民到处都在议论,自焚者刘春林在天安门自焚现场被公安打死的慢镜头画面 长春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家乡 自从1999年7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后,开动了全国的宣传机器诋毁法轮功 而就在法轮功传播的发源地,谎言却通过电视插播被揭露了出来 当晚,江泽民按照曾庆红、罗干的建议,紧急命令长春军分区和吉林省武警总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将下令可以开枪杀无射 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亲自督办插播事件 在长达近一年的抓捕中,长春大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抓 至少7人被暴打致死,包括刘海波、侯明凯、刘毅、李淑琴、李荣等人 另有15人被非法判刑4到20年 其中,孙长军被判刑17年,至今已被关押了9年之久 现年35岁的孙长军于2002年10月25号被劫持到吉林监狱四市监区 当晚,在狱警李永生唆使下,由多名犯人对他殴打,用胶皮管子抽搭 致使孙长军内骨骨折 2005年7月,孙长军因长期遭受迫害 出现肺结核、双肺空洞而喷血 2007年11月,孙长军病情恶化 肺结核、胸肌水、腹肌水于一身 但是,吉林监狱就是不给办理保外就医 2011年3月至今,孙长军病情又严重恶化 瘦的皮包骨、生命危在旦夕 吉林监狱以不写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所谓武书 即决裂书、悔过书、揭批书、保证书、决心书为由 不给孙长军办理保外就医,继续摧残迫害 包括现在明慧网上报道的法轮功学员孙长军 是因为法轮功的真善忍的那种力量让他能撑到今天 否则这种酷刑,就是我们当时所面临的那一种酷刑 今天放在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 他都会让他精神崩溃,肉体死亡 远远超出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明慧网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营救孙长军出狱回家 直接参与电视插播的刘成军、梁振兴、雷鸣等一批法轮功学员 已经被酷刑折磨致死 2002年3月24号,刘成军被绑架 在戴上手铐脚镣后,警察还朝他腿上开了两枪 造成他重伤 后来,刘成军被非法判刑19年 2003年12月26号,在监狱被酷刑迫害致死 这些以生命的代价突破中共暴政信息封锁的英雄们 人们没有忘记他们 2007年9月5号,在澳洲牛省的议会大厦 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刘成军担心汉清奖 当时我被送进去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是我有生没来 从来没想象我可以能经受这么样的痛苦 但是犯人的一个号长跟我讲 他说其实你这个酷刑跟当时被抓进来的那个电视插播的那些法轮功学员比什么都不是 太微不足道 他们跟我讲每一个电视插播的那些法轮功学员 没有一个人是站着进去的,全部是抬进去的 他们浑身上下折磨得血肉模糊 中共在长春抓捕的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中,王玉环也是其中一名 2005年底,著名维权律师高智盛以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为题 第三次公开赏书中共领导人,其中记录了接受他访谈的王玉环的遭遇 高智盛称他为从老虎凳上走下来的圣贤 2007年9月24号,王玉环被迫害致死 明慧王指出,吉林监狱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欠下累累血债 天网灰灰,善恶又暴 中共监狱的种种罪行都已经被记录在案 即将成为正义审判的见证 我们必须不承受这个,我们可以阻止它吗? 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翰,伯尼采访报道